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讲经浅 我们还是来念开经济 尤其这一部经典更难遇 诺文诗经 信寿奉行难中之难 无过此难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意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清净平等绝经 阿弥陀佛 诸位同修 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定辰正觉第七 一般老上一开始会念开经济 后来到了斯里兰卡 斯里兰卡出家人讲经前念三规一 后来老人家开经前也是念三规一 那这些用意 我们都要理解 三规一是我们入佛门第一件事 我们是要实质三规 不能是明智三规 佛法重实质 不重行事 所以三规是贵一 自性觉正静 就像我们学这一部经 实质上就是要学清静 平等绝 清静是静 平等是正 正觉就是觉 学这一部经 恢复我们朋友的性得 尤其在学的过程 怎么恢复性得呢 很重要的 效法阿弥陀佛 这个恢复性得的速度最快 因为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李秉兰老师在讲解大学的时候 有一段开解 陈德学习的时候印象很深 知子而后有定 知子是子于至善 那这个子于至善最好有一个榜样 那你时时刻刻都以这个榜样为标准 那请问大家 大家子于至善的榜样 要定在哪里呢 那我们都认识阿弥陀佛了 那要定 当然要定在光中极尊佛中之王 为榜样了 所以学无量寿经 老和尚常说 我给大家介绍老师 阿弥陀佛就是老师 我们学无量寿经 就是学阿弥陀佛 尤其我们看 第六品 发大师愿第六 叫效法阿弥陀佛的发愿 显安大师劝发菩提心文 开头最强调的 修行 发心为首 立愿居仙 愿立着众生可渡 心发着佛道堪陈 苟不发广大愿 苟不发广大志立坚固愿 则重经成结 依然还在轮回 所以有好心总是徒劳辛苦 好心也懂得要行善 但是没有发菩提心 修修修修的成结 还在轮回 所以要出轮回 要发菩提心 所以修学的次第 师长常指导我们 四弘四愿 第一愿就是众生无边 四愿度 菩提心 菩提心要发出来 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 这个菩提心一施 就没有愿力了 就很难调伏习气了 就很难调伏习气了 好 所以我们 特别重要了 第七是定成正绝 第七 都是阿弥陀佛发的愿 我见超视智 避智无上道 诗愿不满足 诗不成等绝 诗不成正绝 而且富为大施主 普济诸穷苦 你看这几品经 这一品经这些经文 我们前面有学习到了 另比诸群生 长夜无忧脑 我们现在身边 有没有亲戚朋友 睡不着觉的 假如有 我们没有去关心 那这一句经文 我们没有去落实了 还有第八评 阿弥陀佛在因地是怎么修的 修因才能得果 所以我们这三品经速度比较慢 希望大家谅解 因为这是学习的重点 都不能滑过去 你看我们上一次学习到了 大悲心 大悲心 利益 诸群品 大悲心 不能虚于理也 对 对 大愚悲心 大愚法是 慈悲为本 我们在菩提道上 为什么静静退退呢 因为 我们的慈悲心有间断 所以这个功夫 静静退退 所以不间断很重要 所以佛号也不要间断 尽量提起 这个功夫才能保持 才能提升 六十日用中 印度时间单位 白天三十 一时是现在的四个小时 中国是用时辰 是两个小时 印度一时是现在的四个小时 皱时三十 夜三十 所以夏连导说的六十日用间 勿忘唤醒自己 每一天 不要忘了唤醒自己的本来面目 所以这一句佛号叫无上身妙禅 恢复自性 比禅还快 所以叫无上身妙禅 江卫龙居士说的 持明念佛 暗和道妙 即是行身般若 无意念实相 跟实相念佛没有差异 事故能灭重罪 能消重业 所以不要忘了幻想自己 使本不离直驱绝入 最快成佛的方法 一身佛号内只归字句分明 念一句佛最关键的 每个字念清楚 摄耳地听 就能都摄六根 静念相继 所以悲心不能间断 佛号不能间断 佛号一间断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 不念佛啊 一打妄想 很可能又是轮回心 照轮回业 一念佛啊 这本有的真诚慈悲 清净平等就提起来 而利益诸群品啊 这个群品 品是品类啊 上至等觉菩萨 下至地狱众生 我们都能利益他 我们一想 哇 等觉菩萨 我怎么利益啊 我们看普贤菩萨 还劝华葬世界 四十一位法僧大师 通通求生极的世界 那普贤菩萨是等觉菩萨 菩萨不修普贤行 不能圆成佛道啊 所以这些大菩萨 有的还不知道求生净土啊 你往生了 再回来了 你有经验了 你遇到这些大菩萨 你都可以劝求他求生净土啊 就跟普贤菩萨 劝华葬世界的法僧大师一样啊 我们都可以利益哦 那承得自己 比方我们受过菩萨戒 你看到这些畜生到的众生 你都要劝他发菩提行 这是菩萨戒里面的经文哦 这菩萨戒跟小臣戒有些不大相同 小臣戒是很多戒条的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就是不能造恶 菩萨戒呢 应该做什么 就是利益众生的 你就应该好好做 比方 有一个真正善知识 这个到了 你所在的尘世了 你不请他讲经说法 假如你受过菩萨戒 你又过失了 因为难得他到了你的国度了 你又知道 你应该请他说法 利益众生 所以菩萨戒是 你该做的没做 你犯戒了 所以小臣是指辞 指住不要做这些事 大臣菩萨戒是做辞 哪些该做要去做 不做犯戒了 所以我自己 刚好有机缘 经过土地公庙 我都会进去礼拜一下 给他 给他 行礼 问好 接着呢 劝他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 成德 生长的地方 高雄市 南芷区 又昌 我们那里就有个元帅庙 那是 应该是鬼神 他吃素 规定我们那里 来祭拜 都要拿素的 不能拿荤的 应该也是念阿弥陀佛 不过我好多年没回去 好 那 师长老人家说了 意以大悲心 利益诸群贫 你常有这个心 有这个意念 这叫心得 你的心 有道德 你心上有这个得 你必然会表现在行为上 心形一如 神 当然 常存此心 也是 功德无量 亦有机缘 这个行为一定去落实 慈悲 这个 这个存心就能成就 殊胜功德 这个在 华言经 静行评里面 你看整篇都是 遇到一些情境 神奇的都是 当愿众生 我们最熟悉的句子 我们最熟悉的句子 三规 出处也是 净行品 自归佛 当愿众生 提解大道 发无上心 自归法 自己在归法了 但是心量都是 愿一切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这个三规 基本上 我们每天的定课都要念的 但是要念入心 我们有心 当愿众生 深入精障 智慧如海 有这个心怎么做呢 我们得深教来带动大众 我们来深入精障 尤其深入这一部无量寿经 我们欧洲的同修有福报 我们现在董老师 副奖老和尚2014科著 这个奖 一个半小时 我看准备可能要20倍30倍都不止了 这个大家要珍惜 这个我快要福报现前 这个八月份我就回到欧洲地带 我会好好珍惜这个缘分 好好学习 这个也随喜 董老师下这样的功夫 而且佛法是师道 我们要以师智为己智 你看老师上说了 这一部绘集本是老师传给我的 全世界都没有人弘扬 我一定弘扬 看对老师交代他的事情 念念不忘 老儿上也交代我们弟子们 要好好弘扬灰基本 弘扬无量寿经 老儿上也说末法九千年 靠这一部绘集本 靠这一部绘集本 老儿上的棒子 已经交到我们手上了 诸位同修 不能我刚刚赞叹董老师的 大家心灵就 好啊好啊 董老师讲就好了 利益朱穷平 如是妙法性听闻 因常念佛而生起 受此广度生死流 佛说此人真善有 要广度在六道轮转的众生 谁还在轮转啊 还没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的人 都在轮转 那亲戚朋友还有那么多 都要落实无量寿经的教诲啊 你看 为众开法障啊 我们待会就讲到了 广师功德宝啊 要看宝最珍贵的啦 功德宝 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啊 为什么 念佛有功 往生是得 往生有功 不退是得啊 你看 往生做阿维悦智菩萨了 不退了 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 不可能退转了 一往生就是圆正三不退 未不退 不再退回凡夫了 行不退 不退 菩萨行不退 不会今天想度众生 明天又心情不好 不干了 第三叫念不退 叫尽性了 念念流露 沙泊落海 就是他都是真心了 不用忘心了 就是法身的境界了 这叫念不退 不退有功 成佛是得啊 你看这一部经 功德宝啊 成佛最快的学校啊 所以阿弥陀经说 其中多有一身不住 代表这十节往生的 超过一半都是等觉菩萨 我们遇到这么大的利益 你说有机会跟人家 谈谈念佛 劝人家 你不去做了 那怎么叫 亦以大悲心啊 利益出全平啊 利益出全平啊 那我们念到这一句就不好意思了 不量寿经就是人生的剧本 当然了 也不能执着啊 见到年轻人 哎呀 人生苦短啊 死生事大 你每次都跟他讲这个 他有点怕你的 要不要提 还是要提 还是要提 你不能每次都只提这个啊 你看 我们黄念祖老居士 见到年轻人 要去日本留学读博士了 抓住这个机会点啊 他刚要去啊 心理建设好啊 他每一天都很有方向目标啊 提醒他有学业 以至于还要面对啊 未来的家庭家业 事业 那绝对不能忘了修行这一件事情 都提着一些跟他息息相关的事 怎么用佛法来经营你人生这些重要的事 弃他的鸡 当然 面对年轻人 面对壮年人 也都可以净土违规啊 振住双修啊 所有善根 星星回向 怨生我果 所以你表达不能有执着 不能都是站着 我现在年纪大了 开口闭口就是 哎呀很可能 无常就来了 都会死啊 我那么老了 结果对方很年轻 你这个 这么讲的不弃他的鸡了 应激以说法 好 所以 这个净行品 你看他一天所发生的情境 他都是当愿众生 你看您上厕所大小便起 当愿众生 这个 气贪嗔痴 还是捐除罪法 不知道有没有背对啊 你看 上厕所都是用菩提心在上啊 所以这个菩萨菩提心没有断哦 有这样的心 就要 就很自然 心形一如 有这样的行为出来了 什么行为呢 老和尚总结华严经 净行品也是华严经的一品啊 总结成八个字 大家记不记得哪八个字 我当时第一次听的时候 是老和尚去了 北京师范大学 看到他们的校训吧 学为人师 身为示范 老和尚给他们提了个建议 是不是可以改成行为示范 老和尚跟他们说道 你们这个校训八个字就是大方广佛 滑眼浆 而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哦 不要我们一听到华严经 又跟无量寿经啊 又分成二了 所以 黄念老 良苦用心呢 怕我们不知道这一部 这一部经跟华严 不二啊 他老人家 读解 绘极本 就用十门开启 这个就是专攻华严的 显手中 讲经都是十门开启 让我们知道 无量寿经 中本华严 也是世无碍的境界 好 那 徐为人师行为示范 请问大家 现在 在这个世间 最终要先做什么榜样啊 我们看下一句 离遇深圳念 净会修犯恨 现在的人全成立到欲望里面去 不可自拔了 你表演出啊 离遇 远离这些贪欲 远离这些贪欲 深正念 深入正念 其实就是正确的思想观念 你不随波逐流 对于自己身心的互念 观念很正确 自己经营的家庭很和乐 自己的身心家庭团体 都做榜样 我们看现在大学生呢 你跟他说 十一点了快睡觉了 他对着长辈说 哎呀你太落伍了 现在还早呢 对他们来讲很早 可能都要两三点才睡觉 这都是错误的观念 可是却很普遍 所以为什么老阿上说教学为先呢 现在正确的观念没能讲 充斥着错误的见解 这个 刚好 这个王大夫 他来参与 马来西亚校长职工会办的教师培训 我们每一次办培训 一定加一个养生的课 因为校长老师要爱护好 他们在影响那么多的学子 我们应该爱护好他们 我们应该爱护好他们 军人成中 学校领导 要仁慈 体恤老师们的工作量 到时候把老师们都累垮了 甚至没人敢来教书了就麻烦了 当然我们首先 在课程当中 表达我们 关心老师们的身心健康 我有听到这个调查 说这个 学校老师 忧郁症的危险群 他承受的心理压力比较重 我自己当过老师 我很清楚 除了要尽心教导他们学业 还要引导他们做人做事 还要顾及他们的安全问题 我讲这个给大家 听 你们也有小孩 甚至于你们有孙子 这个 你刚好去学校接孩子 接孙子了 你能体会这个老师的辛劳 你那一句 哎呀老师辛苦你了 那老师听起来就很温暖 这就被理解了 什么 你现在当父母当爷爷奶奶 一到学校去 对老师就是质问 这个会给他很大的压力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理解万岁 要理解 对方的不义 不理解 就互相只站在自己的角度 这个就变成 匹挂 匹挂叫天地挂 天只占天的位置 地只占地的位置 就是 就不能交通了 不能沟通了 太卦 我们都听过 匹集太来 这个太卦呢 就是地天卦 其实就是设身处地 这一个卦在哪里 在五人关系里面 夫妻 换位思考 父子 换位思考就没有带锅了 带锅怎么来了 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 兄弟姐妹一如是 君臣也是 要互相体谅 人在五人关系里不互相体谅 铁定常常抱怨 学佛的人要注意 一抱怨 火烧功德领 抱怨 抱怨就有怨气 一念春星起游 好 以后不要向别人抱怨 会火烧功德领 以后心里面闷的时候 在阿弥陀佛向前 好好哭一哭都没关系 不然 憋在里面会生病的 好 自己也要懂得 调整自己的身心 我们 发大寺院第二 不是 这个 德尊普贤第二品 经文马上说 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 其实一开始是贤护等十六正式 理尽诸佛 理尽诸佛 自己的身跟心 是不是诸佛 要不要理尽呢 身体法夫 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死也 下手粗 笑轻 在哪里下手 照顾好身体 照顾好身体 所以待会假如一个半小时 就结束了 是我体会到我的气不够 请大家都体谅 我现在得悠着点 要细水长流 因为我的性格比较冲动 容易透支 最近因为课程比较密集 然后上课的地方 冷气18度 我被冻了 我应该去调查一下 马来西亚的冷气 是不是不用钱 世间无常 有一些局面是你控制不了的 但是我这样思考来思考去 我看还是在摄影棚 比较保险 这是可以控制的情况 所以要细水长流 当然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不然突然结束了 今天怎么这么短 这也是礼尽诸佛的落实 要跟人家先说明再先 所以你身心 我们 也要礼尽 这都是礼尽诸佛的落实 那贤护 首先要会护自己 你要借假修真 你要把它护好 那请问我们知道 一些养生的刚领了吗 知道 悟到 做到 得到 知道 还很浅 我认识不少 同修 我一跟他说 我一跟他说 你怎么十一点还没睡 十二点还没睡 没关系 我习惯了 你看 我劝他 他回应 我习惯了 这个习惯是不对的 不能变成我习惯了 变成借口了 要到法自然 要到法自然 我昨天 这个 讲完课 休息了一下 身心放松 就去睡觉了 一睡 睡了八个小时左右 我已经很久了 没有睡那么长了 要继续保持 最主要就是 昨天是个好日子 六月八号挺好的 六是顺 八是发 是个好日子 选择这个好日子 尊依教奉行 依照老二三的教诲 手机我丢掉了 所以 依教奉行 我下一礼拜 要跟 这个一条龙的 老师们探讨 面对手机的问题 这个是最重要的 为重开法障 现在讨论哪件事最重要 这件事最重要 刘顺云老师 大声疾呼 救救我们 这个民主啊 三代人都是低头主啊 大家要感受感受 三代人进了家 都是看手机 这个家庭伦理 会摧毁掉 父母跟孩子 不讲话 直接发短信 明明在隔壁房间 都不沟通了 这会搞到最后 家人都不沟通 这样的孩子 在学校 在出社会 也很难跟人沟通 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太大了 网纪网络 商业化 大家注意去看 在哪个地区 最难传播正法 传播文化 收入最高的地方 因为最重是钱 建立会什么 建立会什么 妄益 整个文化 都是在教我们 道义人生 所以假如这个都市 没有赶快 教学为先 大家都 向前看 文化会被摧毁掉 这个 刚好这个 像王大夫他到马来西亚来 你看我 我不会讲养生 但是我会联络 当地陪丰 中学 让他们去讲 我也修一点功德 不然我都盼不了 我得多修一点功德 我勤专法轮 请他们去讲 结果他们对着这些 初中高中生 抛了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异口同声 钱 初高中生 你看他们都觉得 钱可以解决问题 大家想一想 现在个人身心家庭团体 是钱的问题吗 这些孩子不正确地引导 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偏颇了 是很危险的事情 深正念 这个正念就是正确的思想观念 我们首先要给这些年轻辈的 做榜样 好 护念自己的身心 生安才能道容 这些话不要跳过去 不然都会偏 这个身体是假的 不要去管它 你不要去执着它 不是说你不要互念好它 你理解错了又偏在一边 说实在的 你念活的功夫不够 你晚年得重病 你可能保持不了正念 还是现在好好爱护 好好消夜 晚年身体健康 障碍少 所以这一句 这两句 都是行为示范 所以老婆这样讲了 教导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处事待人接物应该怎么做法 离愈 愈是欲望 没有止境 那它包含的太多太多了 归纳成五大类 五愈 上个礼拜 见到一个当父亲的 他很难得 他问我问题 他说我本来想说 我赚更多钱了 我就会欢喜快乐了 可是我现在赚的钱比以前多 我也没有比较快乐 但人都会想当然 其实 我们有一个想法的时候 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还没有证阿罗汉果 不要轻易相信自己的意思 而且呢 自己去看看 有钱了我就比较快乐 请问现在很有钱的人快乐吗 你要会慎思明辨呢 你看老儿上遇到一个 超级有钱的人 请老儿上去见面 他跟老儿上说 他每天吃安眠药 才睡得着 这么有钱 万般将不去 爱欲荣华 不可藏宝 皆当别离 无可乐者 那都带不走的 不只带不走 会变成我们的牵挂 让你不好走 让你不好走 他自己也体会到了 没有比较快乐 我就跟他讲到老主说 欲是深渊的 没有止境的 跟他讲完 跟他讲完 他说我今天知道了 真正的快乐 不是从外面刺激来的 从外面来的快乐 都是刺激 大家知道 比方说 我心情不好 我要去大吃一顿 这是刺激 好 你本来都是 吃这个 一餐 两百块的 吃了几次了 不痛快 吃四百块的 你一定会提高的 是吧 因为你就这个刺激度不够了 真正的乐是从内而外的 后来他很难得 他说我今天知道 用什么方法来 对峙烦恼 知足常乐 知足就会感恩 你看我们每天吃饭前 念这个十存五官 念感恩词 既供多少 这一餐饭多少人的付出 量比来处 就生起感恩心了 吃饭也不能离菩提心 感恩心就是菩提心了 感谢天地滋养万物 感谢父母养育之恩 这吃饭前的感恩吃了 感恩农夫心情劳作 这个知足就感恩了 这五大类第一个财 一切物质都包括在钱财 我最近也常常跟大家讲 成年人没有办法被勉强 也不容易被说服 除非他自己认知到位 包含我们修行人 有时候我们也挺固执的 解灵还需细灵人 别人跟我们讲的法再好啊 因为解灵是我们解的 愿不愿意打开 也得我们自己打开 那我们要感受得深刻 我们说累赘 累赘 什么是累赘 生是累 不要贪着这个生 你看这个身体 每天要伺候他吃三餐 还要洗澡 还要大小便 你看你伺候这个身体 伺候不少时间吧 他是大老板 所以老子不简单 无有大患 唯无有生 我最大的患就是有这个肉身 他懂得不要执着他 我们懂得要去患 清虚之身 无其之体 包含我们有这些物品 你东西越多越累赘 整理起来也很累 所以老和尚 他要住房间小小的 整理起来轻松 这个佛门 住词叫方丈和尚 住的空间多大 方丈 你看这个词好啊 不能住大 老和尚不是讲经的时候说 他到香港去 有个人挺有钱的 带他去看他银行里面 放在保险箱的珠宝 大家听过这个例子 你买那么多珠宝啊 变成什么 请问那些珠宝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亲近心 当然你不要今天天晚上很冲动 留个一两条 这个西方人很重视晚宴 是吧 因为我看大家都是生活在欧美啊 这个 带个庄严自身啊 人家看了觉得你不失礼啊 再给他 这个 为重开法障 跟他 讲讲念佛 都挺好的 自己感觉是累赘 自己就愿意放下 我现在真的感觉手机是累赘 我很愿意放下他 而且还有人愿意护持我放下他 我再不放下 我就有罪过了 我第一大罪过 不听老儿子上的话 我第一大罪过不听老儿子上的话 我们今天 要 解决手机问题 首先我们自己要有身教 不然讲话一点力道都没有 你去跟孩子讲 不要玩手机了 爸 你也玩得很厉害啊 没底气了 怎么办呢 你要正确使用它 比方说 我这个慢慢来 一个礼拜之后要做汇报 一天看两次 再来再过一段时间 一天看一次 最后有福报了 身边有人帮我处理事了 不看了 你们也回向给我福报早点现前 我更好深入精障 广修供养 我看你们的表情 好像不是很愿意 祝福我福报现前 假如不愿意的 可能有执着点产生 我自己也慎重思考过了 我对大家最大的贡献 应该是我能全身心深入精障 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我感觉佛菩萨对我挺好的 当然佛菩萨没有偏心 加持都是一样的 但我自己感觉讲经的时候 听经读经的时候 看祖师注解 而且我们用自成的心都能感同 佛菩萨这些教委 深度策法原理 而且看得很深很广 这都是法杖 你看我们讲经里面常演的句子 不都是祖师 你看江卫龙居士 我们刚刚念那一句 你看到的时候 信心大增 无意念实相 这些都是成就的高深大德 他们讲的话不会错的 好 我们感受到是累赘了 不用人家催促 那些人事物啊 你自己就放下了 敏感 哪些人事物啊 对我是一种累赘 我要懂得放下 钱财 身性因果 该是你的 跑都跑不掉 有什么好担心的 不是你的 强求不来 而且越施越多 不用担心 好 色 男女情爱 你看这无量寿经都有讲 前面讲了 爱欲荣华不可藏宝 才啊明啊 人在爱欲之中 独生独死 独去独来 苦乐自当 无有带者 这个在上一次 我们提到的 六道轮回怎么来的 这爱欲来的了 所以啊 不要再结情缘了 家人之间呢 要转成法缘 好 不然 有这些情爱 会牵绊 苏婆 有一爱之不亲 临终被慈爱所牵 阿弥陀佛很慈悲啊 要接我们 可是我们自己拽着这个 五欲了 他老人家也没办法 名指地位 包括权力 包括这些东西啊 都是世间人拼命去争取的 我也遇过一些人 初次见面 那个名片呢 一页还不够 翻过去两页三页面 再来 谁谁谁 我见过了 包含我们许佛的 什么经我听过了 什么高僧大德我见过了 我还扶持他们什么什么 这个都是好名啊 要谨慎这一点 修行人 警觉性要高 观心为要 这个好名 比好才更细微 更不容易对质 尤其我们在社会的 一种息染 都是攀比 竞争 那好像得要 露一露 吹一吹 好像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 其实这个都不是正念 都不是正确的思想观念 真人不露相 露相非真人 真正有道德学问的人 谦卑 尤其 他还说什么 他去过极乐世界又回来了 更不能性了 佛门有一个规矩 佛门有一个规矩 你暴露身份 就要赶快走 大家细细去感受一下 有没有道理 比方说 他是观音菩萨在来 暴露身份 请问大众来找他要干什么 会找他讲经说法吗 你看我们这个 戒定功夫啊 都谈不上功夫的人 现在有同修见到我 法师啊 你可不可以摸摸我的头啊 你看我们这没什么戒定功夫的 你看大众还要我们摸他的头 假如说这个人是观音菩萨 那你说大众来了要干嘛 所以佛门这考虑是很深入的 深入人心的状态 所以一暴露身份呢 你对众生很难叫化 赶快走 但是绝大部分都没有暴露身份 我们看夏连导 黄念头 那都不是普通人 包含海贤脑上都没有暴露身份 但是你看他们的德号 法号 甚至看他们的行仪 可以观察出来的 你看海贤脑上 海会圣贤 清净海会的菩萨来的 我看是贤字的话 那应该是普贤菩萨 这些大菩萨来的 夏连导教会里面 老上常有的 真干二支 那普贤行的就是真干 所以做大象 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真干 过一句教诲 我最近接触一些同修 听了经很多 也都是跟我探讨教理 探讨了老半天 我感觉他那个教理不能贯通 虽然听很多 关键在哪 没有行 这样会增长浮华傲慢 所以他跟家里人都处不好 你看道理是一道一道的 可是他一问问题就感觉他不贯通 我也很尽力地跟他速食回合 后来我突然有个灵感 可能是佛菩萨加持吧 站在佛师门中不舍一人 我们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会有灵感 就像后面说 如佛无碍智 我们可以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得佛的加持 保佑 我们可以去互念有缘的人 大家愿不愿意借给佛菩萨用 你们再考虑考虑 成年人不能被勉强 我是很愿意 因为我没有智慧 佛菩萨有智慧 我放下自己的想法看法 佛菩萨安排 我就突然有个灵感我就请教他 我说请问你有没有曾经落实老儿上一句教诲三个月 他想了一回 回答我 看得破放得下 我说你这个还是理 论理 论理习惯了 大家注意 理事不二 不过 长期听老儿上讲经 假如 你没有落实在四项 你听老儿上的经是选择性听 因为喜欢教理 喜欢教理就不喜欢落实 因为你那个喜欢有谈 我最近也听到同学反馈 当然我也要横顺众神 我以后深入经账 多影一些华颜精云 任颜精云就把他吓住 他就哦哦哦哦哦 不然都 这个陈德华是怎么敬讲夫妻问题 敬讲孩子教育问题 都讲世间法 都不讲初世法 诸位同学啊 你家里的问题都不解决 你的心能清静吗 你不清静你能受持华颜精 论颜精 而且你真的要论一尘法 根本没有世出世法 我们起个念头 世间法初世法 已经是恶了 入不了不恶法门了 佛门这个词很有味道啊 《金刚经》是破相的 请问大家《金刚经》一开始 什么内容 拙衣持波 入色位大臣 托波啊 是不是佛法 是不是初世法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那六祖大师这些话 我们都选择性听 没有吃素 事出世法 只有觉迷 觉了 人为什么能觉 不着相 离一切相 集一切法 你离相了 你不着相了 你接触一切人事物生智慧 不生烦恼 你离相了 你离相了 可能你走出门 看到海 你就想到旗帜红声 譬如巨海 你一着相了 听到海浪声 吵死了 烦死了 你离相了 你可能接触这些大自然 你都有悟处 菩提高广 欲落虚明 自身微光超于日月 你就不会 哎呀好热啊 太阳怎么这么烂 齐心洁白 犹如雪山 忍辱如地 一切平等 这时候我们每天会接触到的 自然景观 有没有生智慧 为什么没有 心上有东西啊 你心上还在琢磨那些 烦心的事啊 你当然感觉不到六成在说法 《金刚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老好像讲经都有提到 以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就是离相 修一切善法 吉德阿那多罗三秒三菩提 怎么成佛 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一切善就是 布施慈戒忍入精进禅定 在哪里修 在哪里修 在你的五轮关系里面修啊 不然你要去那里修 修布施啊 以慈悲欢喜 让人生欢喜心为不思啊 菩萨所在之处 让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 所以说 军今还òn凶三叶 神苟意 不能到十二夜 要忍住啊 善乎苟业,他不计打过啊 善乎生叶,不是绿 禅夜 采莫一意、清淨无ись 要求忍辱 一切法得成于忍辱 再来精进 以调伏习气为精进 禅定 不忘正念为禅定 今天你要处理好五轮关系 你忘了正念 你可能就感情用事 意气用事了 你处理不好 好 成德这个6月25号 开始 跟大众分享的大师之菩萨念佛原通章 书超 这个 老和尚有宣讲 这个注解的是 持云灌顶法师 大家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吧 他老人家讲过一句话 任何方法都不能颤掉的罪 这一句佛号可以颤 我们以祖师的注解 跟大家来分享 自己没那个功力 我们以老和尚的法身设立 我们一起来学习 修行的目标 是清静心 第一个目标 一切法门 以明星为要 任何法门都是为了恢复明星见性 恢复清静心为第一个目标 所以一切行本以静心为要 你去落实了 力行了 就是要恢复清静心 所以清诸投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念佛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所以我们要心越来越清静 我们得要老实念佛 这个老和尚讲到 地位权力 这些东西都是世间人拼命去争取的 那我们为人眼说 淡薄名利 身心家庭都很好 你身边亲戚朋友看到 他可能就会去思维 食是饮食 许多人对饮食非常讲求 实在讲了 三寸不乱之舍 不是三寸之舍 念得太快了 三寸乱讲话会烂的 不是不烂 我们有见过 听过 舌头烂的 嘴巴不好 这个果报都会现前 要慎重 下去舌头之后 什么味道都没有了 色香味都只为了三寸 但是却造了很多罪业 所以 这个都要正确的认知 要觉悟过来 佛陀的弟子当中 有一位尊者叫 幽伯居多尊者 他度的众生很多 度众生好像是 列为第一的 结果尊者呢 他有一个弟子 都持戒 但是就正不了果 你看老师是 度众最多的 结果这个学生 老是正不了果 所以 尊者 当作重点研究个案 就观察到了 虽然他都没有犯戒 持戒经验 但是还是有 喜欢吃好吃的 也是日中一时 有持戒 但是还有贪爱 后来尊者就指导这个弟子 你以后吃到 你觉得很爱吃的东西 你嚼几下之后 吐出来 然后再吞回去吃 哇 他依教奉行 慢慢就 没有那么贪爱食物 你看这些尊者很厉害 所以我们有什么毛病 跟这些 善知识一讲 他给我们开出 对峙的方法 挺有效果的 这个睡 睡眠 人 没有 很好的目标 他就容易悠悠放任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 要不打电动玩具 要不就呼呼大睡 这不能怪他们 他们不懂事 我们这个 身为长辈的人 要帮他们 忽念他们的立志 当然自己要有身教 整个家庭家族要有静教 适当时机点 寻寻善幼的言教 好 离遇深圳念 老婆上讲 佛给我们制定许许多多戒律 戒律的精神 就是要离遇 使我们恢复清净心 所以持戒是手段 目的是得清净心 我们不要忘了目标 持戒变看别人过 那就错了 这里老和尚有讲到 我们的心 不但要有定 要有身定 正念正定 要有身定 论言经上讲的 守论言大定 其实我们现在没有定 没有定就容易动情绪 要把事情处理好 不大可能 事情不是你去处理就能改善 你没有定会 越处理越乱 自所先后 则静道矣 知止而后有定 所以要止于 以阿弥陀佛为榜样 你要去处理事的 你在那思考 你要说话 阿弥陀佛会怎么说 你才有定 不然没学佛以前 那个脾气又上来 就麻烦了 定而后能静 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律 一个人 要很好的思虑 前面要定静安 哎呀好烦啊 我想想吧 我想想吧 我看想不出什么好主意了 你的心静下来 安下来 才能很好的思虑 才会得到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 得到自他都两立的做法 这叫随缘妙用 为什么妙得起来 心是安定的 心 没有见人过的 心 是有佛号的 那楞严经是守楞严大定 诸位仁者啊 我们会不会一看到 守楞严大定 哎呀我不可能吧 大师之菩萨念佛 袁通章 就是论严经里面 二十五大菩萨 把他怎么修得 守楞严大定的方法 讲出来 大师之菩萨是念佛的代表 方法告诉我们了 也是用我们的基案 我们肯做 每个人都做得到 海贤老婆上的表演 也是每个人都做得到 因为他老人家是 随众身心应所知量 这句话也是论严经的 海贤老婆上 有没有说 我来表演 那他们做不到 不可能吧 他没有己心动念 他应激嘛 所以他表演出来 天下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天下无难事 只怕有心忍 人皆可以为遥顺 人皆可以做佛 这是 也是大师之菩萨讲的 这是应光大师的法语 他老人家还特别 用毛笔把念佛云通章 写了一遍 现在有一些道场 把印竹的墨宝打出来 非常瘦瘦人性 里面就提到了 异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不假方便 不用其他的方法 自得心开 心开就是 尽性了 那尽性了 就是手刃言大定 所以 益佛念佛 就可以明心尽性了 不是临终当来 是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我们要在哪里 异佛念佛 我们处理事的时候 是不是异佛 处理事的时候 何言碍语 无有虚味 惨取之心 庄与众行 庄严重行 鬼犯巨主 都是在落实 无量寿经 算不算异果 我那天遇到一个妈妈 处理孩子手机的问题 很痛苦 当然 有这个缘 我们也跟他交流 我说 首先 你要借这件事 体会到 轮回太苦了 真为生死轮回 发菩提心 以身性愿 持佛名号 你知道 这个世间苦 你就不会留恋 净土为归宿 所以 现在你面对人世很痛苦 就告诉自己 这次提醒我 一定要出轮回 你这个痛苦就转成 出离心 转成勇猛精进 转成不留恋世间 所以 佛法的受用 在转念 改心 要会转 没关系 现在 这些痛苦的事 我咬紧牙关 我就要去祝佛了 他就没那么苦了 因为他 他有正确的目标了 没关系 这人生很短 我咬紧牙关 吃点痛 吃点苦 但是我好好念佛 我依教奉行 我换个无量寿也值得了 这些苦没有白痴 有时候 人要处理事的时候 专到室里面 他就有点头昏脑脏 处理事 心静要 高一点 你就不容易陷在室里面 这个我也是观察牢上 比方说这团体有什么事 牢上都不先讲事 我们好不容易遇到往生的机会 人的心就开始转 包含要以大局为重 团体要修六合径 还没谈事情 讲一讲 没事了 心上没事了 人 这个心量打开了 格局大一点 看得高瞻远瞩一点 这些本来有的事就不是事了 好 第二呢 你要去处理事啊 一定要理智 不要感情用事 要稳得住自己的情绪 掌握情绪 才能掌握未来 其实这一些不是处理手机的事啊 处理一切事都是这样的 第三呢 要用真心 尤其是中数的纯心去处理 一没有中数啊 就会见人过 就会苛刻 一有中数 就能包容 能宽恕 而且啊 第四点 人呢 知道要用真心 要用中数 马上用出来 也不是马上用得出来 强者先迁哦 我们以前 眼以律人 宽以待己习惯了 一下要用 也不是那么好用 所以啊 要去解决问题啊 要把心管好 要好好提升自己 的定慧 你要有智慧才能把事情处理好 定须习 要习 要习定 慧虚文 要文慧 要听经文法 才能明理 后来我送他 一台薄荆机 他随时都可以打开来听 这个也是跟老上学的 老上好人做到底 老上每一次接种 跟大众开示玩 刚刚讲到的书啊 或者薄荆机啊 给这个来宾准备好 让他可以拿回去 第五呢 要很有耐性 去沟通 去互念 所以菩萨士德说的 普代众生受苦的 代众生苦啊 我敢跟大家保证 我们现在要去处理家庭的问题 团体的问题 不轻松的啦 那为什么不轻松呢 这个我们也得探讨了 因为我们 智慧不够 都不能洞察基先 防围杜鉴 所以今天这一件事已经提醒我们 我们没有防围杜鉴 继续教训 以后呢 不能等到事情严重了才来处理 要培养这个 一夜知秋的敏锐度 我看现在我们一起探讨问题的都是 那个问题都是冰冻三尺 非日之汉 所以我在听问题的时候 我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不要被他叙述的这种情况 影响我的心情 有的讲起来真的挺惨的啦 我也很怕我心理波动 要定住 可能也要学老儿上拿一把扇子 人家老儿上是悠哉悠哉 我是故作镇定 修行还是要从真实心中做 当然也可以拿个扇子 人我是非一扇灰聚 慈悲喜者六字念来 你们以后听到人家在跟你叙述问题 要练这个功夫 不要边听自己的眉头都做起来 怎么这么惨啊 这么严重 放心 有佛法就有办法 亡羊补牢 游未玩矣 但是要有耐性 去陪伴 去沟通 而且还要认清静退 静退的分寸 你很热心 不一定解决得了事 你要懂人情事理 你很热心 可是这一件事谁是主 你不要热心到 比方说这个团体的领导人是主 你热心到 让他感觉都是他错的 你对了 他可能会不舒服 最后不能理解你 那你事就不好办了 这个都是人情事故 团体是这样 家庭也是这样 你要把面子做足了给你丈夫 你都是戳他的问题 到最后他破罐子破摔 都你去吧 你还要陪伴 让他立起 男子和大丈夫的气概 这样才能 他才能更好的去解决家里的问题 我请教大家 夫妻两个都强 好不好 两个都强 容易吵架 两个都强 都要做主 两个都弱呢 两个都弱 那家里的事就完了 解决不了 那一强一弱吧 你看谁强好 一看下去都是女同胞 诸位女同胞 你看谁强好 讲话要恰到好处 点到为止 所以我听过很多女人 我们家那个先生 躺平主 现在有一个词叫躺平主 你都比较强啊 都是你说了算 他只好躺平了 你慢慢鼓励他承担起来 他男人的这种阳刚 气概就出来了 所以柔弱胜刚强啊 这个道德经 上善若水啊 水善利万物 而不争啊 处众人之所物啊 你看水往低处流 低 你看我们所有成年人 想一想 对我们恩德最大的是谁 一般都是小母亲啊 为什么 忍辱负重啊 都是低下来的啊 所以低没有吃亏啊 低是智慧啊 低是柔软 所以在家庭 团体当中要注意主伴圆容 你假如是伴 是配角 你要拿捏好分寸 配角也能够产生 扭转乾坤的力量 张良运筹于帷幄之中 决胜于千里之外 你有智慧 你哪怕是配角 你也懂得四两不千斤了 你也懂得四两不千斤了 好 我有练过这个功夫啊 还有练过这个功夫啊 还在一直练 配角 客人 你只要抓准时机 讲对话 都可以帮得到人 帮得到团体 尤其是身体借给佛菩萨用 佛菩萨一家词啊 每天早上醒过来都有灵感 感应不失忆啊 所以我们在处理问题 通通通用经教思维 都属于义佛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世带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这叫不恶法门 尽慧修犯恨 这个犯恨 犯行 这个行是行为 那犯行就是亲近心 表现在处世带人接物 就是没有自私 没有个人目的 纯粹的 为众生做假 这个就是亲近无求的心 去做事情 那这一句呢 在智力方面 我们就是修戒定慧 在帮助别人方面 是帮助别人离遇 那这里老和上 就延伸开来了 现在社会 电影 报纸 杂志 广播 种种方法 诱惑人 唯恐你的欲望 不强烈 那就是加速你轮回 加速你做三二道 这真教魔 老和上那个时代 是在九四年讲这个 现在过了三十年了 这个魔更强了 现在是手机了 不是电视 现在是手机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 以身作则 来帮助亲戚朋友 下一代 不受染污呢 这是我们要慎重 思考的问题了 因为 浮躁的心 很难 学圣教 唯一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浮躁之气定 一个人每天看手机 大家感受感受 一天看手机超过多少次 心就不容易定了 大家有没有感受感受过 没有感受过 那我们就面对境界不清楚了 不清楚就随他去了 我们每天要情修戒定会 戒就是规矩 你用手机没有规矩 铁定受他影响 心越来越定不下来 大家深思熟虑之后 欢迎 Feedback 提供我一些 宝贵的意见 下个 下个礼拜六 我们在一条龙课程 好好探讨 我也去勤转法轮了 因为我接触 有当母亲的孩子 不玩手机的 也用手机 他不会着迷 我得给他挖宝 因为人家是有小孩的 他可以现身做法 我讲半天 哎呀法师你没有小孩啊 你不知道啦 我就不好接了 好 我们面对现在这个时代 外抹内障 无人不惧 我们怎么抵律 外在的诱惑 调伏内在的烦恼 这是当务之急啊 刻不容缓 小孩子不赶快扭转 看手机的恶习啊 以后啊 教不了了 中毒太深了 就不好解了 我感觉 事太严重了 家庭要觉醒 学校要觉醒 社会要觉醒 以后啊 可能都要办 借手机下令影 不然没办法 不然没办法 让他 得到啊 祖宗的 辟印 佛菩萨加持 也要多接受大自然 大自然真的也是好老师啊 他一看到那种自然的磁场 比较容易就放下手机 我们有老师带班 就在山里面看 带学生啊 鸟语花香啊 这个身心就比较放松 还在山水之间 谈谈古情 登 心旷神怡 所以以前 道场都建在山水之间呢 还是挺有道理的 所以 所以 这个 虚云老子上去过香港 什么时候啊 几十年前 去了之后说 哎呀这个不好办到 又回去了 不过现在看看时局啊 香港也是个弘法的好地方啊 你看那么多大学生 到香港读书啊 内地的 你在香港办个佛学社 挺好啊 这个我还在深度思考中 因为 我是当机者 为什么说我是当机者呢 2005年3月份 当时也破了我一个执着 因为我去分享课程 每一天早上都很挣扎 是去陪老二上散步 还是 背课 幸好 我都做了正确的抉择 去陪老二上散步 因为一散步啊 他老人家慈悲的光芒 一照就有灵感 再来老二上散步散步 就回头给我们聊两句 就有灵感了 其中有一天 老二上走啊走啊停下来 澳洲啊 是我们地球的天堂 没什么污染啊 真的风景啊 都如丝如画 很漂亮 老二上说不过呢 这个世间呢 忍得很苦 我们也得下去 老二上 晚年主要待哪里啊 在香港 而且你香港办一个课程 大陆同修要来很方便 他来上课受益了 他会带回去 去影响他的亲戚朋友 好 去年这个 记住 老二上纪念会 香港 去了八千多人 好 好 时间差不多了 看看今天讲的内容 有没有哪一位忍者 有心得 心得就是听的过程挺有体会的 或者眼角犯一点泪水的有没有 假如都没有啊 我得要闭门思过 讲了快两个小时 浪费了大家两个小时时间 都没有触动 或者有疑问的 我现在不能太逞强 也得喝喝水 改性格 好